女蛙捕天 远古时代,四根擒天大柱青岛,九州大地裂毁,天不能覆盖大地,大地无法承载万物,大火蔓延不息,洪水泛滥不止,凶猛的野兽吃掉善良的百姓,凶猛的擒鸟用爪子抓取老人和小孩。 在这种情况下,女蛙也练五色石来修补苍天,砍断海中巨傲的脚来做撑起四方的天柱,杀死黑龙来拯救济州,用炉灰堆积起来堵塞住了洪水。 天空被修补了,天地四方的柱子重新树立了起来。 洪水退去,中原大地上恢复了平静,凶猛的鸟兽都死了,善良的百姓存活下来。 女蛙背靠大地,怀抱青天,让春天温暖,夏天炙热,秋天肃杀,冬天寒冷。 她头枕着方齿,身躺着准绳。 当阴阳之气阻塞不通时,便给予梳理贯通。 当逆气商务危害百姓聚集财物时,便给予禁止消除。 从此,天地就永久牢固了。 女蛙补天,是指改造天地的雄伟气魄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。 如传说语花时,是女蛙补天留下的石头。 攀龙附凤 公元前二零八年,刘邦根据各路起义军开会的决定,带领人马西攻秦都咸阳。 第二年初,刘邦大军濒临沉流,把营扎在城郊。 当地有个名叫利时齐的小弟前来献祭。 利时齐对刘邦说,现在您兵不满万人,又缺乏训练。 要西攻强秦,如进虎口,不如先攻取陈流,招兵买马,等兵强马撞后,再攻打天下。 利时齐还表示,他和陈流县令相好,愿意前去劝祥,如县令不详,就把他杀了。 刘邦采纳了利时齐的计谋。 利时齐连夜进陈流城,劝说县令,但那县令不肯起义。 于是利时齐半夜割下他的头颅,来见刘邦。 第二天,刘邦攻城时,把那县令的头颅高悬在竹竿上。 结果,守军开朝门投降。 在陈流,刘邦补充了大量粮食、武器和兵员。 接着,利时齐又推荐了他颇有智勇的弟弟,利商。 利商又给刘邦带来了四千人。 刘邦就任命他为副将,带领这支队伍,习功开封。 后来,刘邦又战胜项羽,在公元前二零二年,即皇帝位,建立西汉王朝。 刘邦当皇帝后,大封功臣。 凡快、夏侯英、冠英、利商等人也先后被封为武阳侯。 当如英侯、影英侯和屈州侯。 攀龙复凤是指依附有声望的人,以利明。